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脑海中的记忆 现在剧情已经走到了女主唐暖暖 要跟我离婚的地步 按照原剧情 我应该一哭二闹三上吊地拒绝 无所不用其极 反正不管怎样都不离婚 病方狠话说 想离婚可以 除非我死 也因此让唐暖暖对我越发厌恶 连看一眼都显多 我扯了扯嘴角 虽然这很扯毒子 但我也还能接受 看着离婚协议书上所写的内容 只要我同意离婚 唐暖暖身为大家族唐家未来继承人 会给我两千万作为赔偿 而我现在的身份就是一个普通的男人而已 每个月工资满打满算还不到一万块 如果按部就班 就算是赚一辈子也赚不到这么多钱 离婚嘛 本来我和唐暖暖就没感情 当初结婚不过是阴差阳错而已 现在唐暖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真爱 还愿意给我补偿 我为什么要拒绝 就在唐暖暖特别失望 甚至十分生气的时候 我却非常淡然地说着 行啊 那就离吧 然后果断地在离婚写议书上签字 需不需要现在就去领证 唐暖暖愣了一下 压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看到我真的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好似更不可置信 你同意离婚 她还以为要大费周折 没想到会这么轻易 当然同意 我总不能站着毛坑不拉屎吧 反正咱俩只是有夫妻之名 但没夫妻之时 谁也不吃亏 话说这笔赔偿款什么时候能到账 熟读原剧情的我还很清楚 再过个一两年左右 我就能回归自己真正的家庭 那是一个连唐家都望尘莫及的存在 只可惜 原主没有这样的好运 还没被认回去就嘎了 目前我要做的就是好好活着 潇洒地活着 然后认祖归宗 享受更好的生活 其他都是浮云 嗯 那就直接领证吧 唐暖暖虽然诧异 但还是带着我去了民政局 顺利领了证 看着自己手机银行发来的短信 已经入账两千万 我简直笑开了花 前期 看在你对我这么大方的份上 以后常联系啊 其他的忙我都能帮 但是谈感情什么的就算了 拜拜 唐暖暖嘴角一抽 实在不理解我为什么会这么做 而我也懒得解释 只是默默地回去收拾了自己少的可怜的行李 就果断离开了 首先拿着钱 给自己买了一套市中心精装房 没想到刚下电梯 对门的邻居就出来了 陆子安 怎么是你啊 你该不会是被你老婆赶出来了吧 虽然这是事实 但却不太好听 我一回头 就看到之前跟我前妻是死对头的那个女人 好像叫林婉哥 因为我跟唐暖暖关系的缘故 林婉哥也经常挖苦 或者跟我作对 现在遇见她 可算不上什么好事 我抿了抿唇 先入为主地问 你一个千金大小节 放着好好的别墅不住 怎么在这买了一个小套间 林婉哥上下打量我 尤其是看到我手里的行李箱后 脸上笑容都变得越发深意 看来你是真的被赶出来了 陆子安 怎么 你这是想明白了 不做小白脸了 我眼尾抽了抽 林婉哥 你要是不会说话 就不要说 我啥时候当小白脸了 林婉哥哼了哼 行 你就嘴硬吧 我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 因为是精装修 我直接拎包入住 晚上从超市买了些食材 打算好好犒劳犒劳自己 顺便看看能不能找点事做 人可以摆烂 但也不能只想摆烂 突然门铃响起 我走到门口开门 再次看到了林婉哥 林婉哥手里提着好几个餐盒 看起来都热乎着 一起喝点 我有些意外 却也不好拒绝 只能让人进来 林婉哥身为林家大小姐 平时也都是被人宠着的存在 拍拍手 就有人提着各种各样的酒水 出现在我的房中 我俩队坐在餐桌前 不知道是错觉还是什么 我发现林婉哥还特地在我家里打亮了一圈 最后满意地打开一瓶红酒 来吧 庆祝你恢复单身 我一愣 转念一想 按照林婉哥本事 想知道我离婚的消息 简直轻而易举 不过这女人的举动多少有点反常 该不会是有啥想要算计的吧 尤其是林婉哥的那双眼睛 笑得跟个小狐狸一样 百明了有想法 就在这时 门外又传来了有人按门铃的声音 我还纳闷 我明明是刚搬的家 很多人都不知道是我住在这儿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上门者 结果一开门就发现 居然是唐暖暖 不知怎么了 唐暖暖眼眶红红的 伸出手就想拉我 陆子安 你跟我回去 我虽然不明白怎么回事 但还是下意识地后退一步拒绝了 唐暖暖 咱俩都已经离婚了 男女受受不亲 你是不是应该注意一点 唐暖暖咬紧牙关 我知道 可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我爷爷病了 住进了ICU病房 他平时最喜欢你 就当我求你 去见见我爷爷 让他好起来吧 唐暖暖的爷爷对我确实不错 我和他之所以能够结婚 也都多亏了爷爷 不过 按照原剧情 爷爷不该在这个时候生病才对 这是咋回事 莫不是因为我和唐暖暖离婚的消息 刺激到爷爷了 唐暖暖似乎猜到了我心中所想 并且重重地点头 没错 就是你想的那样 但不管怎么样 你先跟我离开吧 我有些纠结 一边是不想要和前妻扯上太多的关联 一边又不想辜负了一个老人家的一片苦心 突然间 林婉哥来了 他不由分说地搂住我的手臂 撒娇一样地蹭了蹭 接着像是故意张显主权一样开口 唐暖暖 你都已经跟子安离婚了 还主动缠过来合适吗 子安 喊得多少有点太热切了吧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 唐暖暖也注意到林婉哥 漂亮的脸蛋瞬间黑了下去 是你 林婉哥 你为什么会跟陆子安在一起 还喊得这么亲密 唐暖暖怎么都想不明白 曾经这个自己一直都很看不惯的男人 怎么好像突然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 林婉哥将刺激贯彻到底 指尖大胆地在我胸口画圈 为什么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深夜来一个烛光晚餐 你说是为什么 唐暖暖好像被五雷轰顶一样 瞬间忘记了所有的反应 最后更是失魂落魄地离开了这里 我及时抽回手臂 看着唐暖暖远去的背影 倒不是说觉得心疼 只是觉得唐家老爷子的事情多少和我有点关系 我总不能真那么无情 林婉哥 谢谢你刚才给我解围 但我还是要去医院看一看 林婉哥恨铁不成钢地掐了我一把 我是为了给你找回面子 结果你还要贴回去 甜狗没当够是不是 之前以我的身份和唐暖暖在一起 什么难听的话都是一句接着一句 林婉哥确实是在帮我 我无可奈何地看着他 人贵在重情重义 唐爷爷对我一直很好 现在他病了 我不能不管 林婉哥健壮 就算心中不满 却也只能收敛思绪 行 那你走吧 老娘真是白多管闲事了 这么好的酒你也别喝了 老娘自己喝 我哭笑不得 突然发现林婉哥发脾气的样子 看起来还挺可爱 到了医院 我和唐暖暖一前以后去了病房 幸好天不该绝 唐爷爷已经从ICU重症病房 转到了普通的单人病房 他看到我 脸上的愁容 才总算是勉强消散了不少 子安 你来了 爷爷就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我凑过去 给唐爷爷倒了杯水 爷爷 身体有没有好一点 你现在年纪大了 千万不要经常上火烦躁 否则对自己不好的 唐爷爷勉强顺气地点点头 爷爷知道 爷爷还等着抱孙子呢 随后他气呼呼地瞪着唐暖暖 你这丫头 主意真是越来越大了 如果你还把我当成爷爷的话 就赶紧和子安复婚 你们离婚的事情我不同意 唐暖暖试图为自己辩解 爷爷我下一秒 病房门被人从外面推开 是苏晨 他就是唐暖暖的心上人 也是大家族的少爷 最擅长的就是伪装和善 只见他刚出现 就主动握住了唐暖暖的手 食指向扣 苏晨 唐爷爷 别的事情暖暖都可以答应你 唯独这件事不可以 因为我们已经打算领证结婚了 唐爷爷好不容易消气 现在更是气得差点吐血 胸口剧烈起伏的 让人看着心疼 你你这个混账东西 难道你家里人没教过你规矩 想娶我孙女 除非是我死了 唐暖暖下意识抽回手 不知道为什么 他居然会有一种特别不自然的感觉 他看了苏晨一眼 你怎么来了 不是说好不要过来了吗 我站在病床边 给唐爷爷顺气 谁知道苏晨又语出惊人 我要是再不来 我老婆就要跟别人跑了 唐爷爷 你用这一套没用 反正暖暖只能嫁给我 因为他肚子里已经有了我的孩子 我再次愣住 哈 按照原剧情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然而苏晨表情那么笃定淡然 就连我都忍不住怀疑 难道我记错了 唐爷爷这次彻底忍不住 把手里的杯子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还咳出了血 唐暖暖 你真是好大的胆子 你居然敢怀的别人的孩子 你让子安的面子往哪搁 唐暖暖想要解释 奈何苏晨根本不给他机会 唐爷爷 看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 还是别自己气自己了 我再怎么样也总比那个小白脸要好 让暖暖嫁给我 难道不好吗 最后苏晨是被人给赶出去的 包括唐暖暖也被丢了出去 唐爷爷一脸愧疚与心痛 都是我这个老头子没交好孙女 她怎么能做那种事 我内心毫无波澜 反正我对唐暖暖本来就没有爱 离开了医院 我长出一口气 打了辆出租车就回家去了 只是没想到 刚到家门口 就看到门口蹲着个醉醺醺的丫头 是林婉哥 她好像喝了不少酒 嘴里还在无意识地嘟闹着什么 陆紫安 你甚是啥 人家都不要你了 你还上赶着 陆紫安 你这个大坏蛋 本小姐也是有脾气有尊严的好不好 你你这个蠢蛋 我轻轻拍了拍林婉哥的肩膀 语气多少有些无奈 林大小姐 你这是喝了多少 怎么在我家门口发酒疯呢 听到我的声音 林婉哥夫墙起身 仔细地盯着我 好像恨不得把我盯穿 随后不等我有所反应 就趁着酒劲把我壁咚在门口 我傻眼了 这丫头要干嘛 林婉哥抬手捏了捏我的脸 手筋不小 有点疼 我忍不住撕了一声 他又戳了戳 真是你呀 陆紫安 我点头 不然呢 难道还能有第二个我吗 话音刚落 林婉哥点起脚尖 直接吻了过来 我彻底傻了 这 剧情里也没这个呀 他紧紧拽着我的手臂 好像生怕我会跑了一样 陆子安 本小姐也是有脾气的 你都已经离婚了 从现在开始 你别想再去靠近别人 说真的 林婉哥比唐暖暖还要好看 最主要是这个性格 很有个性 他这么主动 估计是个男人都忍不了 包括我 以至于后来的事情 都有些水到渠成 不得不说 这套房的主卧内 真是好大一张床啊 如果说之前我还不了解 林婉哥为什么会那么在意 我有没有离婚 那么 经过这一晚后 我就懂了 这丫头 居然喜欢我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之前居然一点都没暴露 也太能隐藏了吧 嘿 这可真是意外惊喜 这一夜 我和林婉哥非常契合 第二天 一直到太阳高高挂起 我和林婉哥这才一前一后行转 林婉哥睁开眼看到我 顿时惊呆了 他像是想到什么 连忙掀开被子 结果差点给自己吓晕过去 我是在做梦吧 对 我一定是在做梦 他自我催眠道 我一副委屈的样子看着他 林婉哥 你该不会是不打算负责吧 昨晚你那么激烈 那么主动 根本就不给我拒绝的机会 今天这是想要翻脸不认人吗 林婉哥也没想到 我会是这样的神操作 顿时不知该怎么回答 我装作生气的起身 穿好衣服 你要真不想负责 那你就走吧 林婉哥慌了 虽然对于这一系列的局面 都在意料之外 可他一点都不反感 等一下 陆子安 我也没说我不负责呀 得到了准确的回应 我转过头 脸上早已恢复了玩味的笑容 真是个笨丫头 我开玩笑的 不过 毕竟你都已经占有我了 我会对你负责的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你男朋友 你就是我女朋友了 你你是故意的 林婉哥又气又害羞 最后干脆用被子捂着脑袋 不说话了 我揉了揉 饿了一晚上的肚子 我去做点吃的 你再睡会 幸好我厨艺不错 走了一个糖暖暖 却来了一个更讨人喜欢的 林婉哥 想了想 这简直就是神仙一样的生活吧 我去厨房忙碌了好一会 打算给现任女朋友 好好地露一手 没想到又有人敲门了 我走过去开门 就看到脸颊红红的糖暖暖 像是被人给打了 就算是涂了粉 还是能够看到一些痕迹 我有些意外 也开门见山 昨天医生说 爷爷的情况已经稳定 只要接下来不受太大刺激 不会有什么大碍 你还有事吗 糖暖暖不说话 我也不想让林婉哥误会 好歹她才是我的现任女朋友 你要是不说话 那我就关门了 糖暖暖慌了 之前她一直被我宠着 什么都依她 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可这一切都是她就游自取 看着我真要关门 她连忙开门 陆子安 我没有怀孕 虽然 之前我一直拒绝和你做夫妻之事 可我也没有出轨 更没有跟苏晨我掏了掏耳朵 说实话 对于这些事情 我并不感兴趣 哦 说完了吗 我又问 糖暖暖有些受挫 她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 今天下意识就来到了这里 想要解释自己 和苏晨之间 还没走到那一步 结果到头来却发现 我根本就不在意 心里不免有些难过 林婉哥就是在这时候 穿着我的白衬衫 从卧室里走出来 她的衣领大开 可以看到不少昨晚的痕迹 发生了什么 也都一目了然 糖暖暖顿时犹如 被人捅了一刀一样 好久都忘了反应 还是林婉哥主动开口 又像昨天一样 搂住我的手臂 脑袋亲密地 靠在我的肩头 老公 糖小姐怎么又来了 你不知道 我很小心眼吗 糖暖暖身子晃了晃 抵着门的手 无力地滑落 我微微一笑 揉了揉林婉哥的脑袋 乖 怎么不多睡会 糖小姐来这儿 是为了跟我说爷爷的事 没别的意思 以后非必要 我们都不会见面了 你别吃醋 糖暖暖再也待不住 匆匆留下一句 对不起 打扰了 然后就快步离开了这里 林婉哥也是在这时松手 不满地在我腰间拧了拧 我告诉你 之前怎么样也就算了 可我这个人占有欲很强 你要是敢跟糖暖暖 藕断丝连 我就林婉哥视线下意 我心头一紧 随后连忙拉着他去餐桌边 饿了吧 准备吃饭了 过了这个小插曲 我和林婉哥谈起了恋爱 他从对门搬来和我住在一起 反正手里有钱 林婉哥也不缺钱 我俩每天过得都十分潇洒开心 不过我发现 最近好像有人在跟踪我 如果没猜错 应该是我的家里人 正在暗中调查 我继续暗部就班 日子一晃 就过去了将近一个月 听说糖暖暖 快要跟苏晨订婚了 就在半个月后 我无动于衷 反正本来也不喜欢 糖暖暖跟谁订婚 跟我都没啥关系 一晃又过去几天 林婉哥生日 林家给他办了一场盛大的生日宴 我和林婉哥算得上是地下恋爱 关系并不全透明 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的相处 有人看到我来到了林家的生日宴会 忍不住在一旁 对我指指点点 哟 这不是糖暖暖身边的那个小白脸老公吗 什么呀 那都已经是过去式了 现在糖暖暖马上就要跟苏大少爷订婚了 他一个小白脸算什么东西 来这儿也不嫌丢脸 我有点无语 我来我女朋友的生日宴 有什么丢脸的 更何况 我又在人群中看到了熟悉的面孔 是那些调查我的人 除了调查我的人之外 还有其他的人影 接下来 应该就快有好戏上场了 对于别人的议论声 我都置之不理 反正只是一些跳梁小丑而已 我找了个空位置坐下来 看着林婉哥 穿着高定礼服裙 出现在众人面前 林婉哥也立刻锁定了我的存在 要不是因为被太多人簇拥 估计早就忍不住朝我走来了 只是没想到 居然还有不速之客来找我麻烦 苏晨带着自己的一众 狐朋狗友把我包围起来 他看我的眼神特别不善 甚至恨不得对我当场动手 挖苦的话也是张嘴就来 你这个吃软饭的垃圾 是谁准你来的 这里是大家族才能来的地方 你一个垃圾凭什么能来 信不信本少爷让人把你丢出去 赶紧滚 我有些生气了 我不发脾气 是因为不想跟那些蠢货一般见识 但不代表我完全没脾气好吗 我看了苏晨一眼 记得原剧情说苏晨有个病 那就是在某些方面时间很短 我故作嫌弃道 垃圾也好过三秒男要强 你这样真的不会被女人嫌弃吗 苏晨像是被我踩了尾巴一样 瞬间火冒三丈 你这个王八蛋 你胡说八道什么 老子才不是三秒男 其他人也在窃窃私语 应该是在怀疑我这些话中的真实性 不过没关系 正所谓一旦谣言出现 就算是假的 只要说的人多了 也总会变成真的 眼看着苏晨要对我动手 我也已经做好了跟他动手的准备 只是没想到林婉哥会推开所有人 快步来到了我的身边 他不悦地瞪着苏晨 苏晨 你在这胡闹什么 谁准你这么对他的 苏晨还没意识到哪里不对 告我黑状 林婉哥 这是你别管 陆子安就是个垃圾 你把他交给我 我一定要弄死他 林婉哥差点就一脚踹过去了 说他男人是垃圾 明明苏晨才是垃圾 还真是好大的胆子 陆子安是我男朋友 未来会是我的老公 我看谁敢动他 一句话 顿时在整个宴会中炸开了锅 所有人都是面面相去 不敢相信 什么情况 陆子安怎么就变成 林小姐的男朋友了 他不是唐暖暖之前的老公吗 这吃软饭的本事 也太厉害了 我都想要跟着陆子安 好好学一学 办事了 唐暖暖似乎也是刚来不久 了解了这边的情况 只觉得浑身难受 甚至还忍不住 有点小嫉妒 说真的 他后悔了 他不应该冲动地离婚 明明自己遇人不输 竟然会为了一个这样的男人要跟自己的老公离婚 苏晨也傻眼了 笑得比哭还难看 林婉哥 你开玩笑的吧 陆子安是什么东西 他配不上你 我淡淡地瞥了苏晨一眼 三表男 给你脸了 我配不上 难道你配 所有人都觉得我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唯独只有林婉哥 还在义无反顾护在我的面前 就在情况有些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 所有人都说我是个不择手段勾引女人的男人 要把我赶出去 就连林家其他人也都被吸引过来了 我丝毫不慌 因为人群中的那些人影也在蠢蠢欲动 当人人都想欺负我的时候 他们脱颖而出 陆子安少爷 我们总算找到您了 一句话 再次掀起巨大的浪花 那些人再次面面相去 人人都在讨论着 这又是什么情况 少爷 一个没身份没地位的孤儿 也能被称多少爷 伴随着那些人从人群中挤出来 有人通过他们的衣服 认出了他们的身份 我去 这这好像是京城陆家 谁不知道陆家的存在 就算是十个百个唐家 苏家 又或者是林家比起来 都是比不起的 他们陆家人 居然会喊陆子安少爷 有人又想到了多年前的传闻 我记得二十年前 陆家就说自己家丢了儿子 愿意花重金寻找 奈何一直都没找 该不会陆子安就是那个儿子吧 还别说 你还真别说 我刚才百度搜索了一下陆总的照片 发现陆子安跟他长得是真相 我表面毫无波澜 其实内心早就已经倒腾起来 来了来了 我最期待的场面总算是来了 只是没想到 阴差阳错的会在这里装个逼 那些人乌鸦鸦地跪在我面前 明明都已经二十一世纪了 却还讲什么尊卑之分 这画面是真的够震撼 就连我都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我们是陆家的保镖 今天来 这是为了迎接陆少爷回归 请陆少爷跟我们回家 亏的是我熟读剧情 否则现在还真是不能假装淡定了 后面的事情 自然变得非常水到渠成 通过做了亲子鉴定 最终确定 我和陆总的血缘关系是真的 根据医疗鉴定最终确认 我有99.999%的可能性 是他的亲生儿子 林婉哥震惊的人都快没了 众目睽睽之下 我牵着林婉哥的手一起离开 因为我的身份已经曝光了缘故 没有人再敢去多说一句 也没有人再敢说 我是什么软饭男的小白脸 林婉哥使劲掐了自己一把 感受着手臂上传来的疼痛 这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我是陆家唯一的儿子 未来整个陆家也都是我的 谁又能想到 我是曾经所有人都看不起的孤儿 然而现在摇身一变 却成了他们所有人都高攀不起的存在 陆家所有人对我都很好 无论我想做什么事情 他们都无条件地选择支持 知道我和林婉哥在谈恋爱 甚至还有结婚的打算 直接从家里送来了一点小小聘礼 所谓小小聘礼 却足以再次震惊所有人 看着那么多的聘礼 一车一车地拉到林家 多少人羡慕的都要哭了 苏晨因为对我不敬 被陆家保镖惩罚了一顿 在医院躺很久 也因此耽误了和躺暖暖的订婚行程 估计要等到身体恢复才能进行了 我住在陆家 给我专门安置的私人别墅内 跟林婉哥一起动手下厨 每次回想起林婉哥生日的那一天 他都笑得合不拢嘴 陆子安 你还真是给了我一个天大的惊喜 人人都说之前我的眼光非常不好 可现在人人都在羡慕我眼光非凡 没想到你就是陆家的儿子 之前我还想着以后让你入坠 跟我一起管理林家公司 现在看来是没可能了 我笑着擦掉林婉哥脸上的面粉 其实也不是没可能 入不入坠的都无所谓 割爱的是你这个人 林婉哥笑得合不拢嘴 因为在我的怀里 别的暂且不说 我可真是捡到宝贝了 某天 我和林婉哥出去逛街 没想到意外又碰见了苏晨 苏晨应该是身体刚好没多久 在大街上左拥右抱 关键抱的还不是唐乱乱 看他熟练的样子 这种事情应该不是头一回了 苏少爷 你说要给我们姐妹俩买跑车 是不是真的 苏晨笑着在二人屁股上摸了一把 当然是真的 只要把本少爷伺候好了 别说车子了 就算房子也给你们买了 下一秒 唐乱乱不知道从哪突然冒了出来 他一把将苏晨怀里的两个女人拉开 脸上表情又愤怒又悔恨 苏晨 你对得起我吗 明天就是我们订婚的日子了 你竟然还在鬼混 苏晨不耐烦地推开唐乱乱 还给了他一个巴掌 滚开 唐乱乱 你烦不烦啊 当初愿意跟我订婚 又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 难道不是你也愿意吗 老子就这脾气就这爱好 你要是能忍就忍 你要是忍不了 那就滚犊子 懂 唐乱乱被一巴掌甩在地上 大雨清盘下 很快 他的衣服就湿透了 可他好像不知道躲开一样 只是像条丧家犬一样 待在那里 他后悔了 真的后悔了 苏晨根本不在意 糖暖暖的感受 做完这些 又搂着两个浓妆艳抹的女人 离开了这里 临走时还丢下一句 之前不过就是 对你一时新鲜而已 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 我和林婉哥坐在车内 静静地看着这一幕发生 想了想 我跟林婉哥说了一句 我下去看看 林婉哥点头 乖顺地坐在车内 好 那我等你回来 我拿着伞 一步步走到了 糖暖暖的身边 为他遮挡风雨 糖暖暖像是有所感应 一点点抬头 看到了许久未见的我 他的脸上 不知是泪水还是雨水 在这一刻 彻底绷不住了 他紧紧地拽住我的衣袖 陆子安 我后悔了 我后悔跟你离婚了 如果没有林婉哥 我们之间有没有可能 重新复合 我抿了抿唇 终究还是摇了摇头 没有可能 糖暖暖 你是知道的 自从你要跟我主动离婚的那一刻 我们之间就已经结束了 就算没有林婉哥 我们之间也不可能重新复原 毕竟泼出去的水 根本就收不回来不是吗 糖暖暖 失声痛哭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我伸出手 把外套 披在糖暖暖的身上 有什么话 还是掀起来再说吧 糖暖暖 定定地凝视着我 他没有在我脸上 看到一丝 不该存在的情绪 最后也只是 小心翼翼地问 我可以抱抱你吗 就只是抱抱而已 也许是为了原来的自己 也许是因为别的原因 糖暖暖哭得那么痛 我有些不忍拒绝 我和他在雨中相拥 糖暖暖又缓缓倾笑一声 谢谢你 陆子安 人在这辈子 总是会有很多的选择 糖暖暖 现在我和苏晨中间 选择了后者 这才导致自己 有了这样的结果 都说自己选择的路 就算跪着也要走完 我能做的 只有这么多 剩下的也都是 糖暖暖自己选择的因果 仅此而已 与糖暖暖分别 刚回车上 林婉哥就拿出毛巾 给我擦拭身上的雨水 怎么给自己也淋湿了 要是感冒了怎么办 尽管看到我和糖暖暖拥抱 心里有些不太舒服 却还是很乖巧地 没有提起此事 反而十分关心我 我动容地揉了揉 林婉哥的脑袋 老婆 咱们结婚吧 林婉哥一双星星眼死死地盯着我 好像生怕我会反悔一样 迫不及待点头 好 结婚 明天就结 结婚是要的 明天结婚是万万不可能的 好歹也要提前准备准备 怎么可能一夜之间进行 我爸妈和林婉哥爸妈 共同去看了黄道吉日 最后把婚期定在了两个月后 同时 关于唐暖暖与苏晨退婚的消息 传到了我的耳朵里 那些曾经都看不起我的人 现在却在处处巴结 他们都想要和我攀亲道顾 哪怕能够跟我多说两句话也是好的 听说陆少爷前期退婚了 原因是苏晨在外面乱搞男女关系 还说苏晨那方面好像不太行 事情闹得可大了 陆少爷 这事你怎么看 用不用兄弟们帮你做点什么 我摇了摇头 没什么好做的 反正苏晨本来也活不久 我记得按照原剧情 苏晨过段时间会查出身患癌症 还是癌症晚期 根本就无可救药 最多也就只有一年好活 这种人 哪里还需要我自己动手 脏了我的手呢 有这个时间 我还是先跟我老婆去挑挑婚纱 抬开婚纱照吧 之前没有老婆不知老婆好 现在肯定要把老婆当成宝 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 人总是要向前看 才能过得下去 看着林婉哥穿着婚纱 头戴白纱从湿衣间走出 我的内心也十分激动 说实话 之前我总是会有一种 不太有归属感的感觉 而现在我已经彻底踏实了 林婉哥忐忑地问我 怎么样 这件婚纱好看吗 我穿着配套的西服走过去 林婉哥本来就美 穿婚纱的样子更美 可是 这么长时间过去 我还是记得在那天那个早上 林婉哥故意穿着我的衬衫 出现在我和唐婉婉面前 一个小女人的心思 其实很好猜 她无非就是在彰显主权 镜子里的我和林婉哥很般配 我轻轻搂住林婉哥的腰 很好看 不愧是我老婆 这模样出现在别人面前 还不得把人眼睛给亮瞎了 林婉哥笑红了脸 就你会说话 我又凑到林婉哥耳边 不过我还是觉得 我老婆那天穿白衬衫的样子最美 要不今晚再穿对我看 林婉哥脸更红了 你你真是越来越我打断她 你都是我老婆了 怎么还害羞呢 目前咱俩都是25岁 以后咱们还有最少六七十年的时光度过 老婆不好意思怎么行 你可得提前习惯习惯 先抬头杀 我亲吻林婉哥的唇半 老婆 未来几十年 就请多多指教了 以后 我会继承陆家公司 属于我的好日子 才刚刚开始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